这个男生是千叶地区十四所学校的老大 而上了高中却装成一个弱鸡 上学第一天就给校把下跪 原来他想过不同学生的生活 男生叫南伯刚上了重点高中 百百合高中 但有正义之心的他 在同学被欺负的时候 他就会挺身而出 他的学校对面是混混学校 世松高中 世松高中最强情人五代 和南伯刚不打不相识 南伯刚为了五代 一个人打败了一把多个混混 帮着五代统治了世松的高一年级 但他呢 被世松二年级的老大 大猪钉上了 他是个三百多尽的拳击手 由于每次打架 男不刚都穿着特工服 于是大猪选上之外 要找到特工服男 大猪看面相就不好惹 球杆用力一挥 手下赶紧拍马屁 大哥好球啊 大猪一看 地上的球还在 我只是练习挥杆 你小子鬼叫什么 拿着球杆 对着手下一顿储 南伯刚的同桌小雪 看了特工服男的通缉令 宣赏十万日元 只要找到他 就能还清手机费了 不然 被妈妈知道手机欠款 就得和手机说拜拜了 南伯刚看到小雪和菜鸟 在楼道里有说有笑 顿时粗意大发 菜鸟呢 还在显摆 说小雪要和他约会 南伯刚一路跟踪两人 到了保龄球馆 原来 菜鸟每次被欺负的时候 特工服男都会出现 小雪在菜鸟打球的时候 故意从最后推了他一把 球扔到了旁边 混混的球道 混混不满意了 你这小子干什么啊 知不知道我是谁 是不是想横着被抬出去 赶紧赔钱 小雪看到 即人围着菜鸟搜身 让他把情报招出来 小雪环顾四周 周围都是普通的客人 小雪握住双手机道 求你了 特工服男快出现吧 一旁的菜鸟呢 已经被混混举起来 眼睹着就要被封飞 没办法 小雪只能硬着头皮上 主动承认是自己的错 突然 眼睹的声音 打断了小雪说话 男不刚穿着特工服来了 小雪内心狂喜 太好了 成功了 小雪躲在柜子后面 拨打通知令上的电话 可对方表示 必须要知道 特工男的真实身份 才能给奖金 小雪转头看 男不刚自带气场 只是上前说了一句 你们几个家伙 机器咋咋吵死了 那些混混 就吓得屁股尿流 菜鸟见自己大哥来了 上前拍马屁 大哥 你刚才比五条五还帅 没想到 男不刚对着菜鸟的头 就是一掌 蠢货 快点给我滚 等到大猪到了保龄球场 找引人去楼空 大猪愤怒地挥舞着球棒 你们这么多人 竟然连一个特工服男都看不住 小弟们跪在地上 急急道歉 小雪呢 一路被随男不刚到了厕所外 是不是要揭穿 特工服男的真实面目 然而 小雪在外面等了十分钟 也不见特工服男出来 难道他是上大号吗 这时间也太久了 又过了一会儿 一个穿白白和笑服的男生 跑了出来 仔细一看 天哪 这不是男不刚吗 难道他就是特工服男 小雪回忆起 第一次见特工服男的情景 当时 男不刚并不在场 看着走来的男不刚 小雪自动脑补 把男不刚和特工服男 联系在一起 相似度70% 看来 男不刚很有可能 就是特工服男 武代把通缉令给男不刚看 提醒他 最近小心点 要被抓住了 男不刚邀请武代 去家里吃饭 这一家子人 一个比一个狠 老爸 男不胜 年轻时 是千蝶地区最强混混 老妈 男不直美 是最强大姐大 大哥 男不胜 是城把关东地区的老大 小妹男不银子 是变连大师 就连家里的狗子男不松 都是狗中一把 妈妈端出一盘炸鸡 招待武代 连吃饭都这么霸气 看着家里的氛围 武代更能理解 为什么男不刚不敢告诉家人 自己的双重身份 美术社周日 要在公园写生 所有人穿便服 男不刚 只有不良少年穿的衣服 这可难住了他 只能请武代帮几条衣服 他穿着一身睡衣服约 武代看了只摇头 两人来上场试衣服 第一套 海边沙丹风 第二套 鸡头田固风 第三套 城除型男风 终于选了一套合适的衣服 男不刚 正在和小雪画画 身后来了两个人 女人嘲笑小雪 画得也太丑了吧 这是维尼斯水怪吗 男不刚忍不住了 你们两个 叽叽喳喳吵死了 结果刚抬头 男人竟然是 男不刚的哥哥 男不猛 吓得他赶紧转身 捂住了头 好在男不刚 从来没有在家里 穿过便服 而且头发也是黄色 大哥竟然没认出来 就在两人离开的时候 小雪叫出他们 请你们道歉 嘲笑别人的努力 应该道歉的 男不刚呢 躲在小雪身后 劝他别说了 大哥扭着脖子走过来 小雪被强打几场震住 没想到 大哥摘下眼镜 诚恳地道歉 对不起 请原谅我们 两人走后 小雪猛然想起 男不刚和特工夫男 说了相同的话 看来 男不刚就是特工夫男 小雪再次打电话 表示 自己知道了特工夫男的 真实身份 但他呢 没有直接说出来 见面后才能告知 让对方拿上十万块 小雪询问男不刚 你是不是特工夫男 男不刚赶紧否认 小雪还是不信 不已和混混找茬 喂 你们几个挡路了 混混被激怒 你知道我是谁吗 小雪还在拱火 管你是谁 反正是一群笨蛋 混混怒了 上手就要打小雪 男不刚急速抓住 混混的手 小雪呢 这下更加决心 男不刚就是特工夫男 得知了特工夫男的位置 大猪带着小弟出发 这次比不了杀豹呢 这话呢 大猪被一旁的五代听见 仓库里 大猪带好拳套 没等男不刚说话 就一拳走到眼上 手下都在旁边欢呼 大猪更来劲了 朝腰子猛的一会 最后 一拳打脑袋 男不刚倒在地上 为了知觉 就算这样 大猪也没放过他 继续打脑 小雪看下去了 怕这样会被打死的 跑上去 用尸包打在大猪背后 大猪呢 按住小雪的头 把他甩倒在地 你这个蠢女人 吵死了 看到心爱的女孩被打 男不刚要爆发了 大喊着 做完你们 我的高中生活就结束了 大猪上前就要动手 就在这时 手下拦住大猪 门口进来一个 穿着特工夫的男生 大猪眼睛都亮了 你终于来了 手下率先出手 特工夫男 一个卢换拳 拿到手杀 五一脚拿到双杀 重拳拳都拿到三连杀 小雪都看懵了 看来 男不刚不是特工夫男 特工夫男 摆出晶片姿势 我要火力全开了 受死吧 男不刚这才干净 原来 是五代穿上他的衣服 三百斤的拳击手 大猪上前 左手挡住攻击 右手择的五代 原地转了一圈 五代回击 一拳打在大猪身上 这手感 就像打在城墙上 大猪稍微抬一下手 五代就被打得后退三米 男不刚拳打被打了 可五代不认出 冲上前接着打 但在绝对力量压制面前 五代只有被打的份 大猪抓住地上的五代 朝大脸上延续出拳 眼看五代扛不住了 五代就被击关头 男不刚大吼一声 喂 我就是你 要找的功夫男 话还没说完 忽然 警察来了 手下一窝蜂跑走 被警察抓住的大猪 放下狠话 下次我绝对要断掉你 五代躺在椅子上 被路过的菜鸟看到 原来大哥长这个样子 菜鸟给五代戴上口罩 大哥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你 听到有人来了 菜鸟伸出胳膊阻拦 原来是男不刚来了 男不刚叫菜鸟去买水 看着五代受伤的脸 男不刚满吃歉意 都怪我 是我连累了你 五代表示 这是暴打在你家 请我吃炸鸡的情谊 并且劝告男不刚 不要惹大猪 他的实力真的强 回到家的男不刚 看着满吃血的口罩 发誓 绝对不会放过大猪 男不刚从大猪手下知道他在哪 到了地点呢 却看到小雪 原来他向大猪举报自己的身份 大猪上前抓住小雪的头发 你这个蠢女人 现在竟然说不知道是谁 抬手把他甩飞 手下看小雪这么可爱 想和他玩瑟瑟 几个人挑逗小雪 小雪大骂 你们这群人渣 眼看小雪就要被带走 就在这危机关头 男不刚大吼一声 你这个垃圾 今天就做个了结吧 大猪笑了 你这个家伙 竟然还上门送死 手下给大猪戴上拳套 我看你是 好了伤疤忘了疼 忘记被揍得 鼻青脸肿了吗 大猪开始冲锋 两个人交手那一刻 男不刚抓住他胳膊 吸在大猪身上 大猪疼得去猪脚 男破把他拳套拆下来 用这种东西 算什么最强 原来拳套里竟然有钢板 男不刚要徒手 摆弯钢板 手下觉得他一定是疯了 男不刚脸都占红了 额头上的青筋正在抱起 脑海里想起五代的笑脸 他被揍的场面还历历在目 男不刚爆发洪荒之力 把拳签的力气都集中在手上 把拳套扔在地上 里面的钢板竟然被他掰弯了 手下全部吓傻 这是什么怪力 大猪不服出 站起来继续打 两人拳头对上了时刻 大猪的手爆发出剧烈疼痛 男不刚呢 再来一个大手突击 一击必杀 大猪彻底被打倒在地 手下看到都吓尿了 特攻复南简直是怪物 他们撒腿就跑 就这样 男不刚打败了 失踪高中的整个高二年级 就在男不刚离开的时候 小雪叫住他 给他道歉 随后再次化身唐僧 在一旁碎碎念 男不刚受不了了 啰嗦死了 一个丑八怪 小雪呢 受到暴击 转身痛哭 人家这么开的女孩 竟然被说丑八怪 男不刚这才意识到不对 悄悄溜走了 男不刚来到五代家 探望他 五代妈妈直掰地表示 不要找我家五代做坏事 五代反驳道 老太婆 不要对我朋友说叫 男不刚站起来 打了一下五代的头 怎么能叫妈妈老太婆 快道歉 妈妈很是欣慰 五代有这么好的朋友 留男不刚在家里吃饭 简直太美味了 男不刚刚挤完大猪 另个高中混混 从少年管教所放了出来 他脸上的伤 是五代打的 看来 又是一场苦战 我们下期接着讲 本片叫南破MG5 本期问题 大家觉得 南破刚和五代 谁更厉害呢 选南破刚的Cos1 选五代的Cos2 南破刚虽然表示 自己只想当一个普通高中生 但他遇到霸凌的事 还是会出手 果然 可在骨子里的正业 DNA是改不了的 本片好看 对见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弄较着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